吴妮囊 明明さん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趋缓 世界各国也持续朝向解封的迈进 那么水保局台东分局表示 明年起将会前往国外来参展 并且行销台东的在地农特产品 其中是以红乌龙为首教来试试水温 而行销的国家将会日本 东南亚 以及港澳地区为优先 并且结合了经济部所属的单位 借此来拓展在地农产的痛路 在今年度台东水保局所举办的 农村里山福岛计划成果展中 透过静态的展示 以及融入美食的动态展出 充分呈现了红乌龙 酪梨 姜黄 还有红梨等台东的在地农产 而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接下来水保局也将在明年出国参展 并同时行销台东的农产品 我们明年度大概疫情都解封了 我们的团队跟我们在台东分局 大概明年度会结合 经济部所属的一些单位 像国贸局外贸协会 会把我们的产品 或者名号打出去 包括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些 国外的一个展览 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是在筹划 那明年度是疫情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 我们会结合经济部的一个相关单位 会做一个对国外行销的一个部分 我们最重要会先从红乌龙这个部分 来推看看 因为以红乌龙目前来讲 它的量跟其他一些农产品比起来 它有比较足够的量 在保存品质方面 目前也都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我们目前先推红乌龙来做一个实验 看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成果 如果好的话 我们继续再来选择其他的农产品 来做一个国外的行销 目前我们日本 东南亚 港澳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都还在思考 大概会以这几个地区为优先 在疫情解封之后 考虑仓鼠及运送 首批行销的农产将以红乌龙为主 接下来还会尝试其他品项 而除了对外拓展销路之外 台东水保局也对农民 在有机与友善的种植模式相当有信心 并鼓励农民朋友与餐厅长期合作 稳定自身的产值 餐厅方面也可以提供消费者 最健康的在地好食 借此更进一步的推广台东在地农产 记转其轮 唐龙市报道